5年后闭火的卫生间 1.不单独包下水管 空间白白浪费 而是先包隔一年 再气墙做笔刊 沐浴用品顺手拿 2.不做明装花洒 水自难清理 而是做暗装花洒 高级好打理 3.淋浴区下沉4公分 铺上拉槽大理石 搭配长排地楼 下水快防堵防臭 4.不装传统浴室门 时间一久难打理 而是一侧做隔断 同样干湿分离 5.不装落地式马桶 底部打胶易发霉 而是提前预埋水箱 安装壁挂式马桶 搭配高压水枪 清洁无死角 记得台面预留检修口 方便后期检修 上方再装毛巾架 毛巾随手挂 6.不装落地洗漱台 底部总是藏屋纳垢 卫生难打扫 而是下水改墙牌 原位置留地漏 再装悬空洗漱台 不留卫生死角 7.上方安装智能镜 照亮你的绝世容颜 侧边挖洞做壁刊 上面放洗漱用品 下方提前留插座 方便使用吹风机和电动牙刷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